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道说西游记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知识调整一下 由于我们采取的是道教上古修正的性命双修 要求要站桩的知识或者是打坐的知识 或者是保持碎生鲜 行走有四种知识都可以 自我凭自己的爱好来选择 站桩的话两脚与尖同宽 膝盖四弯肺弯 也可以微微的弯一点 都可以的 根据自己的爱好 打坐可以散盘单盘双盘都可以的 有的人他说他不太会能盘腿 他可以坐在那个凳子上也是可以的 他共同的要求都是只要是打坐的话 腰要把它挺直整个腰铺 要让后面的筋脉畅通 整个肚脉保持畅通 这样慢慢的我们的人体的整个小周天就会通畅 小周天通畅之后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也可以更容易上境界 站桩的要领就是说 要头顶青天脚踩大地 要有这种气势要出来 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灵魂的力量 就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灵魂束缚在我们的肉体里边 因为人体它是由 这是道交的观点 它有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灵魂三个部分 我们修炼呢 整个中国它分成了乳 乳家 佛家 道家 在这个西游记里面都有体现的 修炼方法 它有 有点 有点不一样的 乳家呢 它是修身为主 修身就是说 人的 与这个社会的这种关系 要和谐 上下级的关系 要和谐 夫妻的关系 要和谐 子女 和父母的关系 要保持一种和谐 这个是 儒家的 他的一个着重点 所以说儒家是修身 佛家呢 佛家是讲的是 祭心 祭佛 就是我们的心 他就可以做佛 怎么做呢 那就要让我们的这个心 调整好 要能够舍去这种人间的这些贪 参吃 然后让我们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好 在任何的环境下 不仅是好的 机遇 或者是不好的机遇 我们都能够保持一种很 很安定的一种状态 这就是 佛家他所 注重的 修心 那么我们道家呢 道家主要注重的是 修炼我们的先天的这种原神 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 所以说你看 儒家 佛家 道家 把这三家融合 贯通 打通之后呢 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修炼的体系 如果我们只娶一家的话 那么这个体系的话 还有一点 有一点偏差 就是你还不够完美 不太完美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是儒家的话 他可能就是 在社会上做事 很能干 往往做事很能干的 过去在古代都是 什么状元啊 秀才啊 做官府里面的 官员啊 这些人 他们儒家学的特别好 其他方面呢 他可能就不太注重了 他对这个整个宇宙的探索 他就差一点 因为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那么 佛家呢 佛家就是修炼我们的这种心 心性 我们的心性 修得很好 在任何的不同的环境下 我们都能保持一种很平稳的状态 所以说往往 在古代那些 修佛家修得好的 什么高僧啊 大德 他们往往他们的心态很好 在任何一个 不好的环境里 他都能 叫做忍辱 他能忍受那种 别人外界给他的一个耻辱 他能忍受 他可以很平常 平平常常的看待 这就是他的注重点 但是在其他方面呢 他不太注重 比如说往往 修佛教我们去观察 现在就可以去观察周边的人 往往他不太注重他这个身体 因为他认为身体是臭皮囊 那么往往他的身体 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 就容易生病了 特别是一些疑难早上 谁说 他还不够完整 那么道家来道家的最关键呢 是修处这个灵魂里面的先天的这种能量 让我们这个灵魂可以从我们的白慧邪天门打开出去 然后打开我们的天目邪 可以看到天上的一种镜像 他主要的是修的这个 修的是能量 性命双修 那么乳四道打通之后 就是虚佛提老祖 开昌名义 他叫生悟空 他是说一会儿道 论一会儿禅 禅就是那个禅宗 所以说 我们就保持一种 很宽容 很大度 很开放的心灵 我们来学习 修炼 我们来听这个西游记 我们的境界会 不断的上升 每天都在一点一点的上升 听了365天之后 一年之后 忽然发现回头一看 自己改变了好多好多 连周围的人都会发现我们 完全和过去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就是一种修为 谁说我们要 一定要保持这种 很宽广的胸怀 面对这个世界 包括今天有个同学 他跟我说 他对某些人的观点 他可能有点不习惯 我就跟他说 我们保持一种宽容 大度的状态 面对不同的性格的人 不同经历的人 不同说话的方式的人 我们都保持一种宽容 说到我们心里面去了 我就随喜 为他而高兴 也为自己而高兴 如果说的话 自己或者自己不太喜欢 那么可以不用发言 或者是可以忽略掉 你可以左边耳朵听进去 右边耳朵出去了 这样呢 自己就保持一种虚控的状态 这样就是一种修为 我们的心性就会不断的提升 这样我们才是叫真正的修行 才学到了这个道说西游记 还有我讲的道德经 这些我们才算是真的掌握了 如果我们学了之后 我的心性还没有调整好 能量没调整好 和过去还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 把学的知识呢 又还给老师了 就老师讲了很多知识 我们当时听了很开心 发喜充满很高兴 但是呢 过后又还给老师了 为什么呢 又回到过去的自己那个 那个状态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过去的状态 跳出来到现在到未来 叫做昨日种种 犹如昨日死 就是昨天的每一个细胞 都已经换过一次了 过去的已经就死掉了 换了 现在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自己 这样用一个崭新的自己 迎接我们的未来 那么我们永远都是喜悦的 幸运的 这就是在开运 所以说一个真正性命双修好的人 他的运气会越来越好 就会有贵人来帮助他 让他事事顺利 身心安叹 然后站专 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才叫修炼 修炼就是要让我们 方方面面发生改变 发生变化 然后再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性命双修 口传心寿 所以说整个听的过程之中 老同学都知道 把全身的365个鞋位把它打开 怎么打开它 就在心里想 这些鞋位打开打开打开 它就打开了 慢慢经常训练 它就会听我们指挥 一些重要的鞋位 比如说白会鞋 我就想那里好像一个洞 开了一个孔 天幕弦 发光发光 闪动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动 有的人念得好的同学 他可以像一个灯一样的在这里 就像自己的眼前 有一盏灯 念到一定的时候 把周围的灯全部关上 那个眼前好像一道白光闪过 这个就天眼就越来越明亮了 慢慢它就会稳定 就会感觉这个光好像就一直在这里 就在眼前 这些要重点的 还有就是手心的 脚底的涌泉线 重点把它打开 这样放开之后 我在讲到这内容的时候呢 也就祈求天真给我们加持 我们就能接受到更多更好 长进更大 然后我们就 深呼吸 把这个呼吸 均匀缓慢 要从我们这个世界跳出去 就是在这里听经的时候 好像慢慢的就忘掉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好像自己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飘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好像自己就围在这个师父面前的 就在那里 听师父讲经 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身体里面被束缚住的这个灵魂 就调动出来 只有把这个灵魂调动出来 才能最大限度的开发我们的潜能 这是道教修正的一个很很关键的一个一个理念 然后我早就说了 这个西游记呢 它是讲生物空修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修行人就是生物空 这整本书是天尊 慈悲 为了让我们学到我们后世几千年以后能学到 所以说它以故事的形式 其实就是一个师父 在引导学生怎么修行 生物空的整个9981代 就是一个修学的过程 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开示点破 那么我们每天一节课 我们的能量 精气散都会增长 我们的心性都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大度 有一天我们能融向世界上完全和我不一样的人 甚至完全敌对的人 我都能融下他 我觉得无所谓了 现在那么说明我们已经达到了圆满 这就是一种新性的圆满 就是我没有敌人 我这一辈子没有没有对头 没有仇家 没有敌人 什么都没有 心中 无敌 无敌于天下 我心里面没有敌人 没有对头 没有对手 也没有我讨厌的人 那么这整个天下就也就都是朋友 那么这整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美好 这就叫人间先进 这就是道教追求的最高的境界 就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修行来改变 很多人想改变这个世界 觉得自己力量太弱 改变不了 其实很简单 我们道教的方法就是我改变我自己 因为改变自己就改变了世界 是这个自己的这个真心的一个投射 我是什么人 我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人 他就是这样投射的 所以说我们好好学习西游境 现在我们开始转入这个正题 进入这个西游境 我们要和这个生物空 同夫妻共秘密 生物空在打斗 我们在打斗 我们和生物空的灵魂之一个二合一 这是在训练我们天人合一 最终我们就可以天人合一 他们师徒四人呢 离开了小西天继续上路 又走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一天呢 又到了下午 要到黄昏时分了 然后 唐生就说徒弟啊 今天天色这么晚了 我们应该找一个地方投树 过去的修行人一般都是投树 包括我过去云游天下 到处走 特别是走到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连旅馆都没有 没什么旅馆 那么但是有有几副人家 特别是那种偏僻的 去敲他的门投个树 那里的人很很很淳朴 他会可以的 甚至在他家里免费吃一顿饭都可以的 当然我们也会给他水洗 那是一种天道嘛 但是他们都很淳朴 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 都都不错的 过去叫做这些老乡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乡亲们 都是非常的好客 非常的友好 就是他过去西天取经 经常都要投树的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投一个旅馆 那个时候的旅馆是不多的 很多时候都是投在别人的家里面的 这种老百姓的家里 见到谁就投在谁了 那你注意晚上 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 然后孙悟风就笑着说 师父放心 有借树的地方我们就会去 如果万一没有也没关系 我和这个八戒杀山 我们都是有本事的 我们就把这些树木砍一点 我老孙就做一个木匠 来自己我们打一个这种睡觉的帐篷 那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 这个猪八家说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 到了晚上可能 还有很多什么动物啊 腐宝之类的 还是找一个地方比较好 不要在这里搞得 猪八家胆子很小的 那个孙悟风说 八戒越发不长进了 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遇到了妖魔鬼怪的话 我老孙的这个金库棒在审 可以什么都能撑得住 其实就是四处几人在聊天 一边聊一边走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 前面有一个庄园 就是一个山庄 孙悟风一看了就说 好了 我们有地方住了 今天晚上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眼睛是那个金睛火眼 他看到之后 其他人还没看到 他上次问在什么地方 他就指给他看 就是那个树林里面 那里有人家 我们过去 一看就不是妖怪 因为有妖怪就有妖气 有黑云腾空 而且妖怪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因为妖怪都是一种动物修成的人形 所以说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那种 血薰的味道 就像过去的一些古代的一些武功高手 那些保镖 他到了一个地方 他就感觉说这个地方有杀气 他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杀气 杀人的杀杀气 就像有的人特别敏感修得比较好的 他到了一个地方 突然说这个地方很阴 阴生生的赶紧离开 不然的话 拜久了 可能有的人就回家就病 大病一场就病到了 这些都是属于人体的这个定六感直觉 但是往往很理念的 然后他们过去敲门 出来一个脑子 处置一个拐杖 开门就问 什么人在这里大夫小叫啊 那这个唐僧是非常有礼貌的 他就上去行礼 说老司主 平生来东土到西天取经的 正好到这个跪地 天色将往 我们想在贵府 住一晚上 希望能够方便方便 老子回答说 活上啊 里面要西行 这个地方前面就要小小西天 就是他们已经过了 离这里很近的小西天 那里就有妖怪 但是如果你要到大西天 那还远的话还早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 就这个地方很难过去 这个长老就问怎么难过 那个导者就用手 指他的周围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三十里里 这整个方圆三十里 有一座山叫做七觉 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觉就是 绝望的觉 所以这个山上啊 满山的这个那种 四子树 阴气很重 谁说就叫七觉树 七觉山 没什么人 很少有人从这里经过的 过不去 这个 唐僧听了之后就心里面很郁闷 深风风忍不住就说 你这个老者 这个圣不通便 就是有点不讲道理 有点老顽固的意思 我们只是投诉 你在这个吓我们干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唐僧 他这个师父 经不住吓 吓他一下 他就吓坏了 这个长者看到深风风有点吓人 怪怪的长得像那个雷公脸 就说你这个雷公脸怎么来冲创我老人家 然后深风风其实经过前面很多的 大家如果挨着听就知道 从一个很狂妄很不讲理的人 现在变得越来越讲道理了 你看唐僧说他他会陪笑 现在这个一个陌生人 说他他也陪笑 他说你这个老官有眼无珠啊 虽然我这个长相很奇怪吗 那是像法里面有个蚂蚁像法吗 讲的叫做古怪清奇 我是古怪吗 也是好的 古怪之荣 美誉之长 就是那个美玉里面 那个石头 可能里面有很好的玉石 就像过去好像云南那边 有一种叫做赌石 就是 里面有可能有上好的玉 也有可能没有 就是赌一把 赌包的赌 就是里面有 他这个深风风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以冒取人 虽然我长相很有点那个古怪 有点丑陋 但是呢 手段很高明 然后他就深风喜欢吹他自己了 就是我是花果山 什么什么讲他的过去学武艺 然后 有很多很多的神通 这个老者一听 刚刚他不高兴 现在高兴得不得了 一听他有神通 可以降妖福怪 马上就是好的好的 赶紧到我这里 我请你们住下来 就把他们的马皮啊 这些的该吃的东西 给他们准备好 然后把他们让进去 这个巴掖就觉得奇怪 说这个老子开始根本不想留我们 为什么现在突然拿这么多好吃的 给我们吃啊 什么豆腐啊 面筋啊 萝卜啊 白米饭啊 很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全部端上来了 这个巴掖有点觉得奇怪 结果一会儿 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那个生物工就问 公公高兴了 老子说我姓李 现在说原来是个李家庄啊 那个老子说这里不是李家庄 这里一共有500家人 住在这里 只有我们这一家是姓李 其他还有张王 赵等等 很多姓的人 什么继续追问 说李施主啊 刚才你不想留我们 现在为什么 端上了这么好多东西给我们吃 招待我们 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 那个长者就跟他说老实话 他说刚才听你说你会做妖怪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妖怪 如果你能够帮我们 拿住 定有重心 孙悟空一听又妖怪 非常高兴的 马上说就答应了 然后孙悟空又问他 就说你这个地方 既然有500家人 而且这里有很平整 这一带 三十三十里地 有什么妖怪 赶上你这里高门大府 听他的妖怪的来历 这个长者呢 老者就说 就跟他讲 三年前 突然一阵怪风 在这之前都是 没有妖怪的 突然一阵 就像龙卷风一样的 就来了一个妖怪 很厉害 把在周围的这些 牛 马 羊 猪 通通吃掉 而且遇到这些人 男 男 男 女 人 全部都 吃掉 这两年来 经常来伤害我们 然而 如果你真有手段的话 把我们这个地方 那真是真是的 大恩人 我们会重谢 不敢怠慢 然后他们就这样 一问一答 聊到最后 圣母红就说 这个妖怪都来了两三年了 为什么伤了这么多生命 你们这里五百家人 为什么不请一个法师来把他抓住呢 就是一家人出一两银子 五百家也是五百两银子 在那个史古代的话 一千年前 那五百两银子不得了 因为一般的人可能一年 普通老百姓一年可能只有几两银子 得那种收入 很少的 他五百两的话就是很大的数字 就是说 可以去请一个高明的法师来把他抓住啊 怎么会受罪三年了两三年了 那个老子说 不说钱还好 说钱真是的羞洒人 就是说 好像是 他就讲他的经历 他说我们每一家人 我们五百家 每一家人 花个三两五两 请一个 在前年 请了一个南山里面的一个和尚 请他来做妖怪 结果呢 没有成功 失败了 那个圣诺就问 那个和尚是怎么 怎么回事 怎么会失败的 那个老子就跟他讲 他们请了一个和尚 想想 一副人家出个三五两 就算是出三两的话 也是一千五百两 出五两的话 那就是两千多两了 那个银子在那个时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数字 结果呢 那个和尚来了之后 先念了一个孔雀经 再念一个法华经 然后把那个铃铛摇起来 惊动的妖怪 妖怪就来了 风声过处 那个妖怪就飞过来 结果这个这个和尚和那个妖怪斗了一下 你来我往的 结果 一会儿很快的 一会儿很快的 那个和尚就败下来了 那个妖怪胜利之后就走了 然后这些老百姓才敢进出去看怎么回事 结果一看 光头打的是个烂西瓜 这是那个老子说的原话 光头光头指的活上 没有活上是没有头发的 打的是个烂西瓜 就是西瓜 夏天那个西瓜打烂了 这个深风说 那就是说吃亏了吗 那老子说不是吃亏 而是已经死了 被那个妖怪打死了 结果我们帮他买了棺材 把他埋了 又再取了银子给他的那些徒弟 结果那些徒弟呢 都不是好人 为什么呢 那些徒弟反而去到官府去告状 到现在还不得干净 仔细听这个故事 就是说那些活上很不讲道理 他自己抓妖怪失败了自己 法力不行 但是他的那些徒弟 还让这个老子 告到官府去 让他麻烦 这是老子说的话 然后深呼呼继续问 那如果失败一次 你们再请其他的人也可以啊 那个老子说 请了 我们又请了一个 过了一段时间 请了一个道士 第一次是请到一个佛上 他代表的是什么 佛教 第二次请一个道士 代表的是道教 他这个整个故事 他在点一个道理 我们慢慢来解释 深呼呼问那个道士怎么样 怎么做到这个妖怪没有 他怎么做的 然后这个老子 继续给他讲 说那个道士 穿上了那个道袍 头戴金冠 道家头上在做法的时候 会带上一个金冠 道冠 金冠 然后把令牌一打 扶水一撕 吃法的时候 有时候会做法在那个水里面 然后可以呼唤鬼神 来做这个妖怪 结果呢 一会儿他这个法做开之后 一会儿那个狂风滚滚 那个妖怪又来了 整个天昏地暗了 结果这个道士呢 与那个妖怪打斗呢 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 看看对比一下 这个和尚和道士还是有点差异的 那个和尚是 和妖怪打斗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十分钟 可能是五分钟 可能半小时 就叫一会儿 虚域之间 就是一刹那间 妖怪就胜利了 而这个道士呢 法力要高 就比那个和尚法力要高 为什么呢 两个人相似 就打斗啊 一直从白天打到晚上 你想想从白天打到晚上 那肯定是几个几个时程 几个小时吧 四五个小时 说明这个道士还是还是有点法力的 但是呢 那个妖怪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叫道高一词 莫高一丈 那妖怪一会儿就得胜走了 走了之后那个乌云就散去了 这些老百姓才敢出来 出来找道士 到处找不到 最后哪里呢 在那个水里边的 掉到那个山沟沟里边去了 结果牢上来一看已经死了 又死了一个 这两个都死了 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道理 西域基 因为西域基是天尊通过故事的形式 来典化我们这些修行人 这个故事的道理在哪里呢 道理在这里 道理在就是说 一个修行人 不管是佛教 由于他只讲信公 没有命公 所以说遇到真正的高手的话 他就 区域之间就败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道士虽然有点功夫 可以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 最后还是败了 就是两个都被杀死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修行人 包括我们做的这种道法 包括那个庙里面做的那种超度 特别是遇到一些特殊的 它的附体是一种妖怪 妖血就是那种动物修成精的 比如说浮仙 浮精 有的是老虎 有的是蛇 这些精精怪怪的 如果附在人的身体里面 这些活上他去超度他 可能没有吧 大病一场 有的人可能送命 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过去曾经到在贵州 我云游天下到处走 到贵州一个很天僻的地方 认识一个人 他跟我讲 他的过去的一个师父 就是那个佛家的出家的和尚 在当地算是一个高生 年龄不大的 40岁 他就是给人做超度 他还到国外去过 东南亚新加坡都讲过 讲清说法 讲得非常好 所以说和那个神光 我们上一集讲的神光 他讲 讲得是头头是道 但是他没有功力 他给别人做了个超度 因为平时做 不是那种精精怪怪的 感觉不大 但是那一次来 可能就是他的 那种冤家对头太厉害了 做了之后 他很快就大病一场 最后40多岁就到医院检查 发现是已经是晚期癌症了 很快就死了 可能三个月就死了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说一个修行人 如果他要做这些道法也好 操作也好 浮法也好 他其实要担很多的这种风险 所以说过去的师父一般 不敢收徒弟的 为什么呢 如果他收徒弟的话 他要给徒弟处理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的话 一些业障的话 可能那个师父可能要背上很大的业带 如果那个师父没有功力 或者是功力不到的话 可能他就要出事情 他就比如说 寿命受的影响 健康受的影响 运气受的影响 都有可能 然后后面这个是一个道士 代表的是道家的修为 道家修为讲能量 所以说他的 他可以从白天一直斗到晚上 遇到这么大的妖怪 如果不是这个妖怪太厉害了 那个道士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次呢 就说明那个道士的修为还是不够 他不知道这个妖怪实在是太厉害了 也把他杀掉了 这就说明 一个人如果修为不到的话 他扶乱的 去承担别人的那种因果 承担别人的那种业障的话 也是有危险的 但是周围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呢 也明白 其实一个真正的善知识的话 也在给众生 种福田 也在给众生 背负那种 业力业障 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一种状态 其实这两个故事就点出了这个道理 然后孙悟空听了之后说 没问题 我来 因为孙悟空的省 他是须扑的老主 也就是太上老君 化现的 传授的 那就不是一般的 这叫明氏除高土 你再大的妖怪在他面前 他都不怕了 虽然他只是太上老君的 第十代的 小徒弟 但是那也不得了 毕竟是 亲自传授的嘛 传的时间很短 他开始的 到那个 在虚普提那里 做杂物 做事情做了七年 真正传授他只用了三年时间 就学到了内单数 七十二遍 金斗云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也只有太上老君才有这么大的神通 因为其他的人要学到生物空这种本领 那一般来说都要五百年 甚至上千年一般的 比如说白粮子 白色里面的 他要修一千年才修到一个人的身体有点小的法力 在生物空面前那很小的 那就是叫做明氏除高土 看是什么师父教授的什么的徒弟 那效果不一样的 而如来呢 是那个太上老君的第六代的如字辈 我们去看最开始就有他的辈分 生物空是物字辈 第六代是如 他的辈分是如 所以说称为如来第六辈 所以说那法力就比生物空大得多 就这个道理 然后生物空说如果我不用担心 过完天命嘛 我有任何问题你不用担心 那个老者非常高兴 就是生物空给他承诺了 我把你把妖怪抓住 那老者就把所有的家里面的左邻右舍 全部叫出来七大姑八大营就来相见了 说我们今天遇到的贵人 他们可以抓这个妖怪 然后说如果把妖怪抓到的话 你要多少泄金 没问题 只管说我们都给你 那个生物空说 什么泄金呢 太太熟悉了 我不要这些 我们这些西天取经的不需要 拿钱没用的 然后这些当地人说 那怎么可以呢 如果你不要钱也好办 我们有办法 我们这里把我们的这个 最好的这种田土地良田 我们500家人嘛 一个出一点 一共一千萌 让你们师徒在这里 盖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 参参打中 那比你倒树云游 那还更舒服更安静 一千萌不得了啊 现在 现在 有个三十萌五十萌 那都可以修很大一个道观了 他一千萌 那你想想多大的一个 可以修多大的一个一个道观 所以说这些妖怪把他们害苦了 所以说他们愿意出这个 很大的代价来请这个师徒四人 然后生物空说 也不逍遥你们这些 田地了 把我们的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打理好 吃的住的打理好 我来把你们妖怪把你们抓住就可以了 然后谈得高高兴兴的 正说着 突然外边飞沙走时 妖怪来了 吓得这些脑子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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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的 不得了外面的风太大了 好大的风 可以把那个树木全部吹倒 翻江倒海 所有的人都藏起来了 就只有深风 捉白剑 结果他们在下面看到天上 好像有两盏灯 慢慢的移过来 隐隐约约的 其实就是那个妖怪的两个眼睛 然后捉白剑 这就有点怕 沈默说不要怕 沈默把这个师父保护好 我去会会他 然后沈默 一个金斗云跳上去 大声呼叫 妖怪慢来 就说你是哪里的妖怪 结果那个妖怪很奇怪 好像是个笼子 也有点像哑巴 不跟他说话 就是武枪弄问的 圣母红问了几次都没有人理 没办法 然后圣母红上去跟他打斗 结果这个妖怪的武功确实很高 怪不说前面的那个和尚 那个道士都会被杀死掉 连圣母红跟他打了三更十分 卫健胜出 就是他们都可以打几个时辰 可见那个妖怪还是挺厉害的 但是猪八家和沙发上在下面一看 他们就看出问题 旁观的清浪 猪八家说 你看那个妖怪虽然和师兄 好像打成平手没有败 但是他那个枪 生风一直在进攻 他不能进攻 就说明他的功力还是差一点 然后猪八家就喜欢 剪这种 叫做四指向软的粒 他就觉得有 可以去帮帮忙 因为有把握了 然后猪八家就上去帮忙 一下子飞到天上去 这个猪八家上来之后跟他一打 本身那个生风空给他打他已经很吃力了 已经要要在虽然没有败 但是已经非常的困难 结果再来了一个帮手 那个妖怪就不敢再 再打了 回头就走 结果生风空和猪八家一起赶上去 就赶到山上去那个旗爵上 赶上去之后 忽然发现那个妖怪陷了他的原型 就像我们看那个 许仙白亮子传奇 那个白亮子喝了那个熊黄酒 突然变成好大一个蟒手 白色的蟒手 很大的红色的 那个两个眼睛就像那个天上的星星 那个鼻子混出了很多烟雾 牙齿像钢针 头上还有一个肉脚 可能继续修下去就是会变成龙 非龙 但是呢 因为他做坏事 吃人 所以说上天会收他 只不过就假借生物空的手来收他 迟早会收他的 只有像那种白亮子那种 专门行善的那种 妖精才有可能慢慢的修成正果呈现 他们赶上去之后 那个妖怪把嘴巴张很大 血盆大口 要吃这个猪八家 猪八家也看吓坏了 赶紧跑 这个生物空一点都不怕 反而迎上去 结果那个大蟒手 用力一吸 就把生物空吸到肚子里去了 但是 生物空是什么人呢 是任何天上的那个 任何的兵器来打死 他都对他们用的呀 你一条一个蟒手把它吞到肚子里面 那是找死了 而且生物空在西游记里面多次 跑到别人的妖怪的肚子里面去做怪 所以说 这简直是送上门的菜呀 结果生物空进去之后 用他那个金箍棒很快上下 三下五出尔就把那个蟒手巾打死了 而且用力从他那个背上一捅 整个就是一个大洞 然后生物空从那个洞里就出来了 然后猪八家这个时候就捡落地桃子 就是那个妖怪已经死了 他还上去用他那个 他那个兵器 不断的去那个打了 然后生物空说不要打了 已经都死掉了 然后他们两人收了兵器 把那个妖怪的这个尾巴 因为它是个大蟒手吗 很大的尾巴拉上 走 对生物空来说 一个蟒手很轻的 因为他那个磅是一万多斤 一个蟒手再重也没这么重 就算几百斤一千斤 对生物空也是很轻的 然后他们就回到庄上 这庄上的人啊千恩万象 高兴得不得了 又想留他们 又想给他们银子 一千梦两天 他们都不要 因为他们要西行 然后给他们准备了很多 好吃的 因为要照顾猪八家呀 结果他们要过了个七月山 七月山有很多的 不方便过的地方 就说这个要靠猪八家 因为猪八家有三十六遍 他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猪 大的不得了 然后吃了很多东西 把这些送上来的 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全部吃掉 然后他就上去开山 他虽然是一个故事 他却在典型我们很多道理 刚才讲的几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就是生物空 变得越来越有礼貌 别人对他好对他不好 他都很可以去陪笑 我过去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这是新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修行 每一个月我们回头看 让周围的人看 是不是想发火的时候 现在不发火了 过去想发脾气 现在不发脾气 过去看不惯的 现在觉得好像也无所谓 这就说明我们的性功 开始走向了圆满 至少在上境界 另外就是能量 要有能量 你看那个活上上去一下子 几分钟就解决掉了 因为整个佛教他是讲心 讲心心性性性非常重要 但是他不讲能量 身体是臭皮囊 臭皮囊就不讲能量 一下子就被妖怪死掉 杀死了 这个倒是还可以从白天 斗到晚上 斗几个时辰还是有能量的 但是不管怎样 修为不够 死的很惨 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 听到这个故事就要明白 要量力而行 这是天中告诉我们的最大的奥妙 做事情 量力而行 包括我们 现在要做很 帮大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一些很难操作的 一些冤心在嘴巴的操作者 一些因力要操作者 我们靠什么呢 我们量力而行 要靠他以救口天尊的那种威德神力 只不过因为我们是传承人 可以直接用这个原神出窍的方式 去反复的祈求 祷告 然后天尊他一看 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传承 所以会帮助我们来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我们不量力而行 看到一个很难度的那种附体 我们也不祈求天真 我们自己来 那可能就像那个活上或者是那个道士 最后没有把这个妖怪赶走自己大病一场 那就不划算了 所以说这个修正教育里就是一个危险 在我们上层次的时候 包括将来原神修出来要到天上有很多成天 向上走的不断的走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 遇到一些很危险的东西 我过去都遇到一些需要有师父的一些方法来进行 祈求那个复发神来进行保护 如果遇到危险的话 那个复发神可以直接 让我们的这个原神快速的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 我们就解脱了这种危险把自己保护起来 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要保护自己 不能保护自己 我们要借假修真了 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 都知道 但是我们要借他来修我们这个灵魂 把灵魂修到最高圆满之后 我们就脱下一件衣服 就像这一式的功阔也就宣告结束 功阔就是这几别方面 一方面就是大量做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失 然后一方面积累自己的能量 精气神内丹 采集日月之灵气 另外方面呢 心性要调整好 要和过去的那种普通的心性 告别要圆满 要心入虚空 要像金刚经所说的 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要能包容 要宽容 要大度 这样的话 我们 就算是 把这一课 这一章就领悟了 就学到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准备收工了 首先要收工就要把全身的毛孔要关上 三百六十五个鞋位要关上 天门就是百会鞋要关上 你不关上的话 有的人说他说白天他都全部毛孔打开 接收 不是这么回事 可能不好的东西附体之类 特别是冤心在主 一看 你的身上到处都有 有通道 正好跑到你灵魂里面去 然后藏在你的灵魂里面 什么地方 你的能量又不够 赶都赶不走 然后突然感觉身体越来越弱 生病了 运气越来越不好 然后去照镜子 发现这个脸色气色也变得不好了 这就是因为不懂防守 所以一定要防守 要学会关闭自己 到不好的地方都要关闭自己 每次修炼之后要收工 把两手捏拳头 把大拇指捏在里面 大拇指捏在里面 这个叫握部 然后全身用力三次 把所有的光线能量气场收到下单天 变成很小很小的一颗 闪闪发光的金单 就可以了 来全身用力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用力 太久可天尊大慈 случай 太久可天尊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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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悲 太极不天尊大慈悲 太极不天尊大慈悲